一人江淑娜双手合十 面对妙禅不断膜拜 身体还大幅度的前后摆动 到最后还趴下来痛哭流涕 被爆是妙禅的信徒 面对近期的争议 始终低调江淑娜终于做出回应 一人江淑娜在脸书上 PO出这张像是长辈图的图片 穿着破烂的小和尚 却是怡然自得的神情 上头写着心安理得就好 像是诉说他此刻的心情 有粉丝担心江淑娜 希望他不要走火落魔 最后伤到的是自己 也有黄友回应感恩师父赞叹师父 面对留言江淑娜双手合十 加上磕头还有招牌 紫色爱心来做回应 优美的歌声传达出信奉妙传的原因 江淑娜从小就跟姐姐出来演唱 再加上年仅十岁就遭逢母亲离世 让舞台下的他其实没有舞台上的那么光鲜亮丽 直到师父的开示才重新让他心神安定 面对信仰遭受质疑 面对信仰遭受争议 江淑娜手机保持关机 沉默再沉默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